我们准备一三个 欢迎到讲义上的第十三页 从那个第六开始 就进入一方我们讲的网路分析 那目前我们在基电上的网路分析 是以五个方法为主 还有一个定源的观念 那我们从定源观念开始 那个十三页的第六题 一方讲所谓的双定 就是网路当中 它有所谓的电压源跟电压 那我们有两种 一个是独立的 一个是相应 那一开始我们先讲独立部分 那我们讲所谓的电压源 它画圆圈也可以 因为高工版是用这个 不过大虚版本它用这个一模一样 大小 那我们讲什么叫电压源 叫定电压 刚刚我训练说这个电压源叫十四度 它原本十五度 叫定电压 它电压是固定的一样 电压是固定的 那至于它流入的电流 我记得 它从正端流出 它从正端流入位置 变数 所以我们讲 任何东西它有一个单一的变数 变数 它从正端流出或正端流入 通常所谓电压就是 只用硬电压 它用什么叫电流的一样 它两端它的端电压一样 它提供定电压 至于内压是上正 还是下正的位置 还有后面手机的负载电路的电 我们叫定电 所以往后看到图形当中 有两个电源以上 我们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 从理想 我们讲理想的电压也理想 理想的电压也它的内主是零 那理想的电压也它内主是零 那理想的电源它内主是零 那理想的电源它内主是零 所以以后题目当中 我们从两个方向下手 一般来讲 网络法是不用判断的 那你五个方法中选一个 选情人一个 或者题目你搞去哪一个 那像我们这题 它本身的结构当中 有所谓的电压也对它理想的 那我们讲理想的电源 我们就从理想下手 所以这题目是不用放 就是按照电源的特征 它已经告虚仁说这个 这个图形 第一个它告虚仁所谓的电源 我们先从定电流下手 它告虚仁两岸瓶 所以它原本送出两岸瓶 我们叫电电源 它原本送出两岸瓶 然后这个电压也 那我们先讲 一般我们在分析电路上 讲它是个简单的串臂关系 不需要的话 我们先从理想的电源 从理想的电源下手 那它提供所谓的定电源 第一个我们先从两岸瓶 它原本送出两岸瓶 两岸瓶的定电源送出来 两岸瓶 然后这样 这个电流点 它这个是两岸瓶 一样两岸瓶 所以根据克希和福电源 满足化流进等于流出 这边是三岸瓶 那我们讲电路当中 有所谓电源跟负载 那我们讲所谓压身 电源从正端流出 我们叫压身 所以这个定位 所以再补充一下 六伏特 我们先讲一个问题 六伏特 六伏特 它是六伏特的电压瓶 它是送出两岸瓶 所以这个图形知道 六伏特它是两岸瓶 是十二岸瓶 在电路当中 它当电源它提供 我们讲电阻不用判断 电阻一定是压降 那电压瓶 电脚一个话不用判断 一个百分之百一定是压身 那两个以上的话 考试上有可能考一个判断 我们这题目是没有 但是我们在平常内写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理想的电流源 它提供电电流 至于端电压多数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顺便 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等一下 顺便求一下 这个两岸瓶的电流源 它的攻击功率 这个 这个两岸瓶 它这两个也是一样 我们先下一个 这个是A路的电流源 这是B的 我们目的是要等下 这是两岸瓶的A的电流源 它的功率 顺便算一下 然后它两岸瓶一样 看哪个 那这B的 我们用两个来就比较B B的电流源它的功率 顺便再判一段影响 好 我们从这个图形中 很清楚高能力 第一个 电阻一定是压降 它的高能力R3的电阻 这个两岸瓶 我们讲百分之百是压降 所以电阻的压降 这边是几个 这边是4分的 4分的 那你看 这个电阻是压降 这个R2的电阻是4分 它流过4分的 所以这边很明显 这边应该是一样 16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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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样 这是满足流进等流出 所以根据客锡和服电流 这边也这边是 很明显 这下方便 不然讲这点可以 因为这边接地 接地是0分的 接地的电压是0分的 然后这个电流当然是两岸瓶 两岸瓶满足一样流进流出 那两岸瓶通过这个R1的电阻 两岸瓶 所以R1两岸瓶 他的压降 这个压降的话是4分的 所以第一个 他要求 按照他提供的时候可以出去 第一个 他要求VX这样 这一点VX对D 这样VX对D 所以第一次 他用来算VX对D 所以要找一个最近的路线 经过两个电阻 来讲到第一岸 所以很明显 所以你知道VA VX 他应该是4号流过4岸瓶 然后再加上2号流过2岸瓶 所以这个对D的电压是20分的 这个就是题目中要算的第一项 第一项VXX对D 那Y对D怎么回家 Y的障碍差一个6幅度 6幅度定会差 所以我来讲 这个叫VY 所以Y对D的电压 第二项 第二项Y对D 对D电压有些 负正 所以刚好减掉 所以负6再加上VX 所以应该是负6加20 所以应该是14 对D是对D14幅度 对D14幅度 14幅度 好 那我们知道 这个 这边是14幅度 那这边一样 根据科学学 压下降 我们科学 这边是4 所以这个电压 我们写D这边 绕一圈 所以应该是4再加14 这边是18 这开箱为018 所以这个两岸瓶的电流 断电压 45度 再加14幅度 所以它的端电压是18 所以这个A这个电流 它的功率 明显从正端流出 18和2成0 所以应该是36 瓦特号 一样提供 它从正端流出 就是目前我们在网路分析上 它这算简单的 因为它属于考虑 基本的电源的观念 还有一个简单的 克西口电流电压的观念 好 好 再来 再来两岸瓶 这个两岸瓶 它不能均在15岸瓶 并没有一样 不一样 虽然两岸瓶端电压 9度16 所以这个V 安瓶它端电压16 所以像从正端流出 所以它是32幅度 告虑中 这个图形 我们可以很清楚告虑 这个图形中有三个电源 这个六岸瓶也是电源 这个两岸瓶 两个两岸瓶是电源 然后当时有公积娘给谁 给这些电阻 有一个两个三个 这三个电阻来消耗掉 那再来就是流过R2的电流 R2电流当然就是3 第二个R2满足流进的流出来 所以应该是R2的 应该是2加2的电流出 3 好 看一下 当然考中程度算简单 就是一般我们在考试上 网路分析来过往 一般正常假如一集的话 它会可能选哪一点呢 那只要考2点 1点选哪 1点选手 这是一步 在设计考译上 好 第二也算简单 它也就属于电源观念上 如果以后我们再看电话 假如网路当中 电流源 电压源 电阻 所以简单的创并点的话 也是不用判断的 直接 不用直接看 什么叫电源 电电流 什么叫电压 电电压 按照BMP所谓的科系 或电流 电压 关键就可以 好 那我们进入我们的主要 因为我们讲网路分析 一般老师只要想到 网路的就是几个办法 那目前我们在设计考题上 目前我们在基本电学的整个 课程当中 它提到的是不可 以回用电流法最不好 最少用 因为它需要两个以上的书 以节点电压法 大家为人用最多 当然还有重点弄 对 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讲义上的顺序 先讲讲义上等下补充 第一个 我们叫节点电压法 它那个幻力的第七体 就是图形当中 所谓的节点电压法 是以图形造成节点 那节点电压法 它是以加设法 跟回路电电压法一样 它就属于假设 它假设方法 你就要根据 根据它题目上的 当然它有写建议 那题目假如没有讲的话 当然随便你 那我们这题有个好处 我们讲所谓的电压 提供所谓电电压 而它一直 它图形当中有两个电压 那变成说我们在设计它的考题上 这个参考点 什么叫做 就是以所谓的节点电压 它有两种考试方式 我们先补充一个 先补充一个 比较有点 什么叫 前面 我们讲一下 所谓的那个 幻力的第七集 那个算是简单的 但是我们在准备考试上 要以皇欢迎 万一它考试这法式来 然后我们先补充两题 简单开始 一个第二 什么叫节点电压 一般考试上 它题目不可能 因为它目的是要你算 目的是要你算 它随便同行程 我们在 它为了要让你整个应算过程中 比较好求 或者是会故意 用于不同的数据给你 那我们先从这个开始 我们叫正规 正规的节点电压法开始 先从这一题开始 那我们数据箱 让你好算一下 这边3 3 这边对 这边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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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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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這個叫Va 這個叫Vb 那根據克希和夫電流開始立方式 那你剛剛講克希和夫電流 雖然有很多東西 我們先按照比較正規 我們要把他講克希是流進等於流出 那我們在寫詩的時候可能有時候不好寫 所以我們在表達上 我們會根據克希和夫電流 通假設流出 通假設流出 所以Va 有一條 兩條 三條 然後四條 總共有四個入境電流 所以根據克希和夫電流 第一個 以Va 幾點 它總共有1、2、3、4、2、3、4、2 Va 把 減掉 加3、6、5 我們就是這邊叫V 這邊叫V3Om Om的第一 這邊3Om也沒寫 所以正規負責V3Om 減掉 6Om 等於Va 然後我們把數學歸納以下 就是V3Om的壓降 就等於Va 加上6Om 人家求3Om流過電流 當然是Va 加6Om 除以3Om 所以它代表 另外一樣 Va 除以6Om 再加上一樣 Va 加上10Om 再減掉VB 除以入境電流 再加上5Om 好 等於 這邊把我們所謂的 根據科系合乎電流 以高功版本 立方這個東西 第二個呢 一樣 以V的我們通常假設5處 只要一條一樣 一條 兩條 三條 四條 按下去 第一條一樣當然是Va 減掉 Vb減掉12Om 然後除以6 這樣一樣是Vb 除以12 再來第三條一樣Vb 減掉10 再減掉Vb 再除以 再來就是第三條 減掉5萬倍 兩年 基本我們所謂的高功版本 就是所謂的節點定壓法 那我們講這個主要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畢竟 現在考試有一個區效 這些除以老師 他可能對高功課程不熟 對我們基本練習的課程不熟 他唯一知道是以這個內容 內容 然後去選擇原文書 那他假如選擇原文書 就會產生一個現象 原文書這種叫狀態 因為他目的是要輸入 我們講回入電源法 今天他主要目的不是要直接求解 大學有些課程 他直接用所謂的我們叫狀態方程 狀態方程就要立方方式 所以無形中就要寫出這個方程式出來 這個 那我們希望你這個方式要會寫 到時候考試 當然你用這個方式來用數學去歸納科 目的是說 狀態要寫這個 那你就是要把這個數學歸納一下 這個叫狀態方程式 一個 一個 這個叫A1 因為我們要輸電 所以A1-1 因為他裡面有兩個 A1-V-A 兩個線 所以兩個線 V-A A1-2 V-B R的這個 這項叫I-1 一樣 再來就是A2-1 這是表達方式 2-1 V-A 再加上這個是A2-1 A2-1 V-B R等於I-2 A2-1 好 我們講根據克希和電流 它流進等流出 所以把整個電量表達上來 分兩項 這一項叫電子電流 你用歐紋的畫成所謂的電源 歐紋把電壓源改成電流源 按照歐紋的改 然後我們就分成兩個項目 一個叫電源波紋 一個叫做電阻 然後把電阻電流通通假設流出 所以就把電阻電流波紋 就假設流出 通通是流出 流出嗎 澳大 通通是流出 那電阻電流汙不定 當然 電流到哪裡東西 就是V-3-1 然後V-1就等於V乘域 我們叫電導 所以這項要電導參數 換成交流叫導納參數 我們叫導納參數 因為我們是直流 所以要電導參數 就是A1就是這樣 什麼叫A1 這跟V-A 間點所交流到 路面要是電阻電流 所以就是路徑的電阻幾個 數一數 跟Va經典所交連到幾個 3萬5 3萬5 然後6萬5 2萬5 還有3個一樣 所以Va除以3 Va除以6 Va除以2 還有3個 電導 所以什麼叫A1 就跟Va經典所交連到的電阻導數核 所以它是我們寫3分之1 3分之1加6分之1 當然加2分之1 所以假如看不懂 就用這個式子 把它用數學歸納 Va 當然到時候看到 因為它畢竟常常假如有效是 會來寫出說 你把你用接連電壓法寫出它的條形狀 所謂要用狀態方程 到時候就用這個正規的 然後用數學歸納 歸納以後 稍微看一下 什麼叫做A1 因為電打參數 就是A就是吸收意思 它剛好是Va經典所交連到路徑的電導 那我們把電阻電流假設留出 所以1 2 3 另外一樣 什麼叫A2分 就跟Vb一樣 Va幾個 同樣嗎 有一顆 一顆電阻 兩顆 有三顆 所以一樣 跟Vb有6分之1 有12分之1 有2分之1這樣 所以一樣 它有幾個 這個 它有6分之1 6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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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12分之1 還有2分之1 這個叫A22 看一下 所以我們講 所謂的A1 1 A22 是指Va Vb 就是V子檢 它所交連到 因為它是電子流 所以是電導盒 交連到的路徑 有連接到電導盒 那什麼叫1 2 2 2 相互 因為我們是假設流出 所以相互A跟V有兩棒 相互 相互當然是互相 因流出 最高的方向就很低下 相同為正不同 不同 這樣低下 這是低下 一樣 這個是低下 所以相同為正不同 那樣我們講 這個是相互 所以低下 所以負的二分之1 負的二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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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講根據課 電阻電邊 然後就是電源 當然是流進了 所以我把電源波 把電源波放這裡 那電源波當然是記得 我們講正規做法是要改成電源 當然我們是沒有 但一般聽不懂要接的時間 大部分都沒有改 所以現在西方文 它都沒有改成電源 就直接用原來圖形上 它就指電源部分的電量 那當然電壓波 你心目中可以畫一下偶定 畫成電源 聽到嗎 它是流進 流進也流出 所以流進的起點為正 那幾個 一樣 跟尾的有一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沒問題 畫 這流出嗎 因為電源是往下流 所以要出 這邊 畫 流出 這有出 所以看 很明顯 你把這個移向過來 移向過去有沒有 很明顯 移向過去 大家叫浮浪 移向過去 因為剛好這三個電源部分的電流 都是流出不頁的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寫一下 所以剛好這三個電 我們都是流出的 所以出該是屬於負的 負的 負的 六除以三 對吧 流出 然後負的一樣 負的 負的十除以二 再來減掉五 所以有三個 所以減掉五 看一下 因為它以不頁一點 它有三個電源 然後它這個人 剛剛流出這個 那以不頁一樣 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不一樣 它通通流入 通流入 所以你看 這邊 這邊是區分的 這流入了 這個是流入了 這個流入 因為移向過去 移向過去都變正了 所以我們把電阻 電流 以後啊 因為我們畢竟 這些老師處理的時候 你正規靠老師求進 就是求人的答案 所以我們講話說 它會跟你講 每一個位置 節點電壓 分別有什麼 但是 萬一 它只要用這種方式 來表達科療 有時候它講 你一下 它利用節點電壓 把它寫出 下列的狀態方式 是這個 它可能是 A1-1-VA A1-2-VPE 然後A1-1 A2 我們有這個關係 有兩種選擇 就先把一般你學過的 你用數學歸納整理 這樣的話 當然就不會錯 或者你要直接寫 他只要問這個 直接寫 當然可以 把數學歸納一下 這個就變成12 12除以6 然後加上 有沒有 加上10除以2 再加上 好 那也可以 那再來呢 另外用什麼 另外用 就是行類似法 集中的行類似法 在求這個 有位置的節點電壓 就第一個 我們主要目的是 什麼叫節點電壓法 它有兩種表達方式 這是一般性的 然後這是用數學歸納 一般我們所謂的狀態方程 它主要目的寫這個 這個題目主要的目的寫這個 這是所謂的A1-1 一般我們直接寫那個大學管 它有兩種 第二種 A1-1 Va加上 A1-2-Vb 然後等於大1 再A1-2-1 Va 再加上V2-2-Vb 它等於I2 這所謂的狀態性 或者學了幾正行S 這是它的寫 或等於這個A1-1 A1-1 A1-2 A2-1 然後A2-2 這個是Va-2 兩位數數 Va-2-1 然後等於 就是說 你把這種方式要統計 到時候它比較萬一套 這種模型 方法的固定 我們講目前 我們在基督電學 教你五個 廣路的分析方法是固定的 所以大學版本 它有些用什麼 用書電腦 它用電腦解釋的時候 有一些所謂的不同的方式 所以要注意注意一下 比較狀態的 就是說 你用一般正規的 節電電腦法做起來 沒問題 用科西合乎電流 寫出它的方程式 因為通常假設電流方向 流經或流出的時間 方程式 你通通流出 然後把方程式講以後 再用數學歸納 那我們的目的是歸納成這個 這個叫狀態方程式 當然之六也可以 其二也可以 那我怕它用這個方式 因為它畢竟考五題 五題裡面只要其中一題 它考四個項目當中 第一個項目 利用節電電腦法寫出 如下列的狀態方程 一般這樣寫的 下列狀態方程 就是必須第一種 然後寫出來以後呢 再用什麼 咖啡式 開花則 再解連例 再把這個行類式 利用開花則 你用數學稍微歸納一下 再解連例 好啦 我用這題 把數學歸納一下 就是說 它考你節電電腦法 可以用這種方式 考你連鎖好幾項 第一個 先利用一般性的方法先寫出來 然後利用數學歸納一下 寫出題目要的 我們叫狀態方程 第一項考這個 就這樣 然後把這個數學歸納 當它解的第一項 解的第一項 我們順便解一下 因為我們自己來給你們說明 來 一樣 我們把數學歸納一下 第一個 你寫吧 三分之一加六分之一加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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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一 這是負 再寫負二分之一 負二分之一 一 我們直接講 然後等於 等於負二 負十二 負十二 這邊是負十二 負十二 負十二 再一樣 這邊是一樣 負二分之一 這個叫一般性的學歸納不異 再一樣加上 六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再加二分之一 四分之三 這邊是四分之三 無威鼻等於十二號對不對 我們講必用Pyro-Haz 我們講Han類式的Pyro-Haz 你要求VM 求VB 你要寫所謂的連立方式 當然你們有些東西都能用代入化解 不過我們電路學光來講 比較正統標準 我們上次教你標準 因為畢竟它假如從原文書抄體的話 你用這樣寫比較正確 第一個 你要求VM 第一個部分呢 長相 分母部分就是長相 一樣 負的二分之一 一樣 這是負的二分之一 然後這個是四分之三 第一個 就是你的VM 不必一樣 分母部分的行類是一樣 這樣一樣 負的二分之一 這個是負的二分之一 這個是四分之三 就是含味是分母部分的 那分子部分呢 你就把VA的係數 有沒有 用長數相去看 就是認識長相 負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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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般的求解 就是所謂的行類式法 這個叫節點電壓法的第一種 目前我們再來網路分析 但是它這五個嘛 一般是在設計網路部分的話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節點 節點電壓法 那節點法呢 它主要是用克希、核膚、電流、比方分式 所以你就把數學寫出來以後 在固定案成它所謂的狀態方程 我們叫行類式法 再利用卡拉瑪針 拿到球形 我們只講到這部分就好 就是說我們以網路分析 它反而是固定 只是它表達方式不同而已 第一個叫減電壓法 第一種 然後我們講的減電法 在大學過程中 它主要固定用在電子元件 那電子元件有現象 比較偏向什麼 理想 因為它有些東西 可以理想電壓源 那有理想電壓源在的時候 就會產生 就是第二種 就產生第二種 我們叫做超節點 超節點生理 我們講什麼叫超節點 一樣 比較多問題 再來可以講 然後再來講 就是目前我們在看到 以節點電壓 不管是高峰版的獨立電源為主 或者大學版的 有相依電源的 它能在初體上 它就有兩種模型 第一種一般性 就是它起法上 可能用狀態方程 狀態方程 你把它方式一串 用數學歸難一下 用狀態方式打達 第二種的 萬一 萬一普形狀 可惡超節點生理 那我們講什麼叫超節點 一樣 我們用一個題目來給你做 好幾個月 好幾個月 谢谢大家